在江湖中长旗 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 我是慧玉清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向大家介绍刘军旗段 这是一名非常具有传统的 其色彩的棋手 他的出现 正直接导致了业余水平大大提高 他的经历非常有意思 他出现1975年的他 从小在国少的训练 后面由于身体的原因 退役成为一名业余棋手 他的一些基本功 包括对局面理解 包括对形式的判断 是以前的业余棋手所不具备的 他甚至成为了很多 业余棋手模仿的目标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的一盘精彩的对局 这盘棋本身的意义就非常 非同寻常 是1997 96年 他和徐凤朱的一盘棋 本局对于首届三星火灾杯 世界为其公开赛 是一个职业比赛 可是要获得这个职业比赛 参赛资格 他必须要获得世界业余 为其锦标赛的冠军 才能得到特邀 而刘军不仅得到当年晚报杯冠军 更是获得世界业余为锦标赛冠军之后 获得这个来之不一的特邀机会 而首轮他对上了当时炉日中天的世界冠军 徐凤朱九段 双方各以两年星开局 在当时两年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布局 然后挂脚 一飞 只能有意思的是 现在离当时应该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而阿发狗甚至阿发ゼロ出现的一些旗谱中 又再度流行了两年星布局 而在这中间的二十年 双方各以两年星开局布局越来越少 可是现在旗谱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时挂完脚以后 最常见是小飞或者开拆 甚至刘昌赫下了这个 刘昌赫下了这个 而现在呢 现在更多的持守 阿发狗是直接推出点三三的一套战法 可以说现在围持跟当时已经是完全不同 走这样 反正飞或者搬都有 形成一个崭新的布局 这套布局 我想现在已经开始渐渐流行起来 可能在节目播放的时候会更加流行 这套布局会越来越常见 而在当时这挂脚一尖低加是最流行的布局 所以黑棋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点三三 另外一种是跳起 我们先看跳起 白石如果走这个 黑石尖冲 白石尖顶 黑石尖冲 黑石尖冲 也有挡的 当然我记得有好几排是 马小春和曹勋炫的实战都这么下的 白石尖冲 这形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布局 大致两分 可惜随着后面大家越来越重视实地 所以这样的下法会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小木的时候走这个比较多 所以我白石冲 有这样的一个布局 然后黑石连续压 像这样出现的实战频率会比较高一点 这连班定型是好手 这基本形成了黑德外石 白德石地的局 喜欢黑白棋的人都有 总之在当时那个年代 由于这个布局过于流行 几乎人人的开局都这么下 所以对这些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透彻 一般来说黑石跳和点三三都有 点三三更多一点 下成了这样一个定式 这个定式可能稍微有一点的 有一点实力的起有都应该了解 觉得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两分定式 可是大家理事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观点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首歌 他认为这个定式在局部 根本不能称之为定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这么首歌的 黑石挂脚 没有问题 白石走这个 肯定是非常奇怪的一首 正常是小飞 大飞已经比较少见了 但不能称之为不好 只是说为一个布局的去向 但这个超大飞对脚上的支援有限 肯定是一部比较奇怪的一首 然后黑石点脚 白石挡这个肯定是局部已经是有所屈服了 然后黑石 白石的一个先手脚 让黑石轻轻松松的取得脚上的实地 肯定不能满意 所以这两首棋 应该也算正常 当然黑石有可能粘住更为厚实一点 但力注重目数 可能不能称之为疑问手 接下来两首我们可以 黑石管和白石扳的交换 那肯定黑石应该说是不会亏 为什么这么说呢 白石将来挡 然后在这冲了一扳 这个骑行 黑石挺难受的 挡的价值还是非常大 但管完以后 这两首交换以后 黑石脚上会非常扎实 然后这个点和白石粘的交换 肯定黑石也不亏 所以从总体来说 黑石几乎没有一首是亏损的 而白石下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应该说是白石多少有些不满 所以李诗诗对这个 在他著作逆战中专门提到 在这个局部 他认为这个点33一方 白石一间地家 给黑石点33 局部肯定是黑石有利 白石能这么下的唯一情况 就是全局还可以 这是因为有了李诗 这一个首歌吧 一个判断 所以喜欢这样的黑石的 反而越来越多 而且一间加的这个招法 就越来越少见 包括我们以前前几次节目 讲了像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黑心加无忧角是非常常见的 一间加也少见 就是白石就点33 就觉得还可以 而实际上走成这样的话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而刘军的节目 大家应该现在的骑有可能了解比较少 但他当时尤其在业语界还非常有名 他骑非常非常扎实 基本功非常强 而且他的关子能力 几乎是可以与职业顶尖骑手相媲美 所以他非常喜欢先把脚跟站稳 然后慢慢发挥战斗力 慢慢发挥后半盘的优势 徐凤书挂这边也是有研究 如果说挂这个的话 下一手机会比较难受 首先看上去这样好的一个骑形 看着白石这个很流线型 有高有低 高低配合都很完美 但最头的将来黑石这个打入 让白石非常头疼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打入 所以白石这个下边的这个构造越来越少 白石如果压的话 黑石可以先加一下 白石自然不能让黑石轻易度过 黑石需要简单做活 打吃 脂膀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定型 所以黑石飞 黑石不一定马上要走 但将来黑石这部打入的严厉性还是非常强 只不过可以把白控变黑控 而白石也存在隐患 所以有了这部打入 白石又很难硬 白石尖顶那肯定不是在围棋的范畴之内了 被黑石尝出 那这个白石的结构非常苍白 同时还有二路加的隐患 不能理解 如果白石走这个的话 也有些有的不仁不类 将来黑石有点的手段 也有碰的手段 也不太 黑石的形状也不太满意 所以下成这样的话 有的时候这白石就脱鲜了 什么顶补一个 但多多少少有些变调 所以经过研究 徐凤珠就把这棋改成了挂在这儿 这手棋在后来也得到了很多棋手认可 黑石飞 这布局都下了两个最最基本的定势 可还没完 继续走 黑石挂脚 现在一般棋手愿意这样损控的真的是非常少 实战是一间加 大多数棋手还是愿意中庸一个 先走这个 黑石如果拆 白石将来可以先挂脚 将来这部B还是价值非常大的 这个B的目数啊 包括对这个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 白石上一间低加 黑石点三三 又点了一个三三 又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定势 我们这样的局面可以来解读一下 光看这两个定势 初看之下 黑石这两个铁头 都是在铁头栏 都在三线 显得多少有扁平结构并不理想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如果这个黑的没有这个铁头的话 白石将来这个B的价值还相当大 正是因为有了黑石两个跳以后 这里两个B的价值都被大大缓解 黑石这个结构是完全可以满意的 并非是那种效率低下的一个行为 而是把这两个B的价值都缓解了 所以这个图黑石是可以接受 而从全局来讲 黑石几乎就得到四个角的实地 应该说黑棋布局还不错的 白石挂 而徐凤珠的棋 素有野草之称 非常擅长乱战 在我看来 徐凤珠的一个棋的特点 还是非常有天赋的 他当时在韩国 应该说尤其在曹勋轩回国之前 成长的空间应该说非常小 没有差不多的对手 但他自己能把棋练成这么高的水平 应该说很少见 实际上这个黑棋跳一方面显示了 是刘军的一个扎实的棋风 同时也是在上世纪96年吧 1996年的时候 当时还贴五目半 也是五目半的一种风格 如果按照现在贴七目半的来看 这种跳是越来越少见 黑棋一般是在这家 白棋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 白棋拖 大致会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黑棋完全可以接受 拆个一 这拆一的价值非常大 因为将来有贴下手段 有长出的手段 我们可以看一下 贴的话白棋大致只能火 只能采取放着黑棋一拖 这黑棋不但安定了 而且把白棋的木树也破坏了 甚至白棋这块棋有受工之余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白棋如果大致如果在这补一个的话 白棋可能要先跳一个 黑棋就跟着拆个二 白棋跳 黑棋跟着跑出 这棋应该说 黑棋把上方白棋也打乱了 然后作为黑棋的一方 还是应该适当的积极一点 当然可能是出于贴 当时还是五木半的规则 黑棋不需要那么着急 另外一方面是 刘军本身的棋也是非常扎实 擅长后发之人 所以他选择跳这个 白棋自然要补 白棋如果这个不补的话 被黑棋走这个或走这个 都未免过于严厉 白棋补 实际上黑棋这不等 又是非常稳健的一手 先扎实取得四个角的实地 怎么说呢 如果说这一手棋 我觉得还体验 体现刘俊英那个风格的一手 但我觉得这手棋 还多多少少有些过患 从木数的价值来讲 我觉得两个贴尺 价值都非常大 同超二也非常大 超二如果白棋再走的话 黑棋有这个局部的攻击手段 这个点 很厉害 白棋走这个 黑棋可以拖 黑棋尖这个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尖出非常严厉 这个白棋有点站不动 白棋如果长的话 黑棋就强行贴出 看上去非常粗俗无理 但实际上却是非常时效的一个下方 毕竟把白棋分成两块了 白棋如果连班寻求联络 那这个实在是无法忍受 给黑棋先手提朵花 这个黑棋收获应该说是颇分的 那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如果想立一个来寻求联络的话 就是黑棋冲了一段又是非常舒服 白棋要吃下两只只能走这个 黑棋先手一顿搜刮 弃子整心 关键 最值得得意是 黑棋这首与这两首交换 将来黑棋一冲 这白棋要有多痛苦就有多痛苦 白棋如果渡的话 黑棋还可以在这扑 这局部还不活 这个图白棋也没有办法接收 所以这个点了一尖 是值得像奇友们推荐的一个定型手法 白棋大致只能尖这个 黑棋就把这个冲了 这应该说收获还是很大 另外白棋也可能先拖一个 也是常见的一手 看黑棋呢 黑棋可以选球转换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估计会立 黑棋如果搬的话 白棋估计会加 但黑棋转换的话 也是黑棋收获也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点了一尖 是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一个下法 逼住白棋不怕白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黑棋首先可以靠 由于白棋交换了完了以后 黑棋拖了一段 白棋没有办法进行转换 如果忍耐的话 黑棋在一尖 这些手搜刮的也很舒服 走了一排子 另外就算黑棋靠了一场的话 这黑棋走在中央的价值 也是非常有价值 所以这部档尽管木出了15木只大 但不是太着急 黑棋和拆二的价值 甚至两边贴的价值 我觉得都要超过这部紧紧的档 档完以后白棋比较积极 白棋徐凤朱选择了非 当然我认为这个拆二也是可以考虑的 拆二的黑棋走这个的话 白棋将来这部尖是白棋的权利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这部尖仅是一个实地问题 如果拖线的话 黑白棋可以走这个 这仅是一点实地的问题 但有了这部B以后 黑棋这块是有块是不活 甚至有死活问题 这是黑棋不能接受的 这和这的区别还是太大了 所以如果有这个先手的话 那白棋这个拆二的价值 无疑就要加成了 所以拆二也是非常大的一部棋 徐凤朱还重视中央 黑走这个白棋一飞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构造 应该说黑棋更为朴实无华一点 下得非常扎实 也体现刘军的一个棋风 但作为白棋来说 全局的发展更为生动有趣一些 加上这个时候 应该说如果按照 先贴七木板的一个规则来看 我更愿意投白棋一票 但如果现在当时贴五木板 我觉得黑棋也无不满 这棋还是非常漫长的一盘棋 毕竟先把四个角实地拿住 还是比较有风格的 谈到这里 我也想正好介绍一下 这两名棋手的一个风格吧 其实我觉得徐凤朱九段 我觉得大家不用再介绍了 很多次的世界冠军 而且在正路碑中日韩三国 围棋擂台三中 曾经取得九连胜的辉煌战绩 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其实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徐凤朱 其实水平保持的还相当可以 有些时候还在 比如说在一些某些 对一网站上下十秒 我跟他也下了不少盘棋 就以前在下网棋比较多的时候 跟他下来也是 应该说我觉得他是老棋手里面 保持的静止水平 相对来说保持的比较好的一位 其实那些十秒说 其实还是相当厉害 另外曹勋璇也非常厉害 这两名棋手 我觉得尤其比日本棋手 要保持明显要好一点 同等级的棋手 然后刘军可能大家现在的 一些年轻的棋手比较陌生 大家当时应该说是 非常著名的一名棋手 他退役以后 就一方面在上海的 做一些推广普及工作 培养了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棋手 包括现在姜维杰等等 都受教育他 同时他自己也参加一些业余赛事 我觉得这个是尤其难得的 他把一些职业的一些观点和理解 带到业余赛场上 促进了带动了整体业余水平 大大的提高 应该我认为在他之前 可能和职业的一个顶尖水平 应该在两子之间 甚至两子业余强豪都有些吃力 但随着他的进入以后 包括当年他 刘依依 富丽 王存 赵文东 等一些职业棋手的退役 然后到了业余赛场 然后把整体的业余水平带起来了 包括他对局面的一些分析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他在以前的新名围棋 也就是围棋杂志上 写过一些对官子的计算 我觉得这简直很难想象 是一名业余棋手能写出来的 他对官子精确到几分之几目 几分之几目写得特别特别精细 这其实也是他生活 平时一种认真的一种反应 他对我来说 应该说是一种一失一有的关系 从我刚开始出来下比赛的时候 他也一直带着我 给我讲解很多比赛的经验也好 或者说技术方面也好 我受教育 他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其实我和他对异 一共是下过了四盘棋 在刚开始两盘 我都非常侥幸地取得了胜利 应该说实力肯定是 他要明显强于我 但当时我两盘 我都因为对他也很了解 就避开了他的一些 上一局面 就拼命地导向乱战 乱中取胜 然后两盘其实都很侥幸地获胜 然后他恢复状态以后 又连续扳回两盘 他因为也互相了解了 也知道我的弱点在那 也扳回两盘 后面就是我总共和他比赛中的对局 也就只有四盘 原以为可以下很多很多盘 但后面就刘军也非常可惜吧 在2004年的时候 因为心脏的原因 离开了人世 离开了我们 大家都非常的难过吧 应该说 但他带给我们的一种理念 不带给我们的一种围棋精神 一直让我们应该说传承 并且学习到现在吧 好 我们言归正传 再来看这盘棋的一个中盘战 像这样的一个布局构造 我觉得应该是双方都无不满 随后刘军 这棋就显示他均衡感的一方面 这时候黑棋全卷实地已经是非常多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控制那个模样的一个 白棋模样的一个发展 不能让白棋上边和下边模样形成沦为一体 它是先通过攻击这块白棋来 但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部挡的一部多多少少有些缓 因为按照本身理论 黑棋肯定应该是点这个 白棋挡 但如果再尖的话 有了这个子的以后 这部尖的收获就要带在去 白棋就算拐死 这个被吃了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这个点的下法就不能存在了 黑棋只能通过整体攻击 但要整体攻击这块 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白棋小姐 黑棋跳 已经是显示大局观的一手 通过攻击这块 渐渐地削这个白棋的模样 点 凑步调的好手 黑棋如果占白棋的头已经大了很多 如果先白棋压 再点的话 黑棋肯定会走这个 肯定会压 所以他先点适应手 好棋 实际上黑棋也是不愿意被点到这下 还是反击 白棋压着 白棋冲断 寻求安定 白棋退一下 这个出头比单纯的出头 要效率高很多 但作为黑棋来讲 在这里获得这样厚实的三个子 对白棋这个模样的压缩 还是有明显好处的 之前这两个 做过一个交换 之前黑棋 在白棋飞之前做过一下交换 这肯定不会亏 黑石站依靠 这部棋就是值得大家好好品味一下 他先要看白棋硬手 此时白棋如果退的话 那肯定明显就被便宜了 班的话 黑石就多了几处先手 黑石多了这个班的先手 和这个班的权力 这班是收木的下法 而这个班是寻求战斗和控制白棋 模样的下法 他先战士不动 在这先发力 打吃 长 冲 这一代首先 大家就可以发现 这部棋的一个作用了 如果没有这两手棋的交换 白棋会挡 把黑石直接挡死 但现在这样黑石可以打 起到了一个引针的作用 那白石作为这个时候 白石肯定也不能这里直接就退 被黑石这里连下两个的话 黑石这里收获还是太大 白石这里并没有太多明显的 木树上的收获 也就长了几木棋 而黑石这几手棋还走在外边 应该说这个黑石是可以满意的 白石搬这个 先把这个蹭住 黑石打吃 白石长 这也是必然的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石就算最简单的打了一加 这白石也很痛苦 可以弃子 这黑石一排外面同墙铁壁 而白石这里收获还是非常小 黑石再在这里掉 再进行一些模样销 这应该说是非常主动的 白石让退是最强的下发 徐峰珠的词应该说是非常擅长 非常擅于乱战 跟这吃 这本身我估计刘均当时最简单的理想图 应该这样 白石打吃 随后这起尽管滚完一顿 看上去黑石很委屈 但实际上白石下一手很为难 如果从这走的话 首先黑石一搬白就很痛苦 白石搬的话将会招致黑石断眼力 由于白石这里弃紧 这里白石很难站得动 但是如果只能跑 往这跑的话 黑石先手封住 白石这里坐火固执没什么问题 比如靠了一顶 坐火可以 但黑石也掌握了全局主动权 在这追击 明显是掌握了全局主动权 但实战徐峰珠在这里展现他的才华 这步棋出现令黑石可能有些意外 黑只能这步棋 这是必然的 实战白抢到这个跳以后 白石感觉有抢了一招的感觉 跟刚才这个图相比完全不能 这个子的作用 出头的速度远远要高于这一手棋 白石如果这是这样的图形 黑石只要把这一夹白的全死了 而这样的话 一旦拿不住的话 黑石这里多出块孤棋 白石付出的只是仅仅于 这一带的一定的实力的损失 这点实力损失 对于全局的战斗来讲 我觉得是完全忽略不计的 所以这部病也可以体现出了徐峰柱的一个才华 到今日我们今天看到 那个阿法围起前几天和那个 前段时间吧 和科捷那个人际大战二的时候 也有一部类似的病 所以这些棋都是有传承的 像这种病的就确实是解决 是解决一些乱战的时候 一些不符合常规的下方 往往会有更好的效果 出头快 这也反映了韩国棋手强的一个地方 特别注重 不注重形状 可能对日本棋手来说 他第一感脑海里第一感就是滚一顿 把黑棋子效降低 然后我再说 但韩国棋手一向是以实地 尤其是一向以实效出发 尤其是以曹勋轩徐凤诸伟一代的 这一代韩国棋手 非常注重这一块 飞 把这跳过 随后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形式 这两个角点20目 这块30目 30目肯定 加在一块差不多30 所以白棋这一尖 由于有了这个跳以后 尖应该是白棋的权力 10 11 12 13 15 21 24 22 23 23加上30 53 全局黑棋55目肯定要弱一点 而白棋这全局的空比较难点 这里肯定没法点目 大家这都不点 白棋从这里开始点 10 11 13 15 如果纯粹实地是上面20目左右 而这块螺纯粹实地就更难判断了 故意也就10到15目 15目应该可以点 全局半是35目 螺再加天目40目 就对于白棋要通过这块 攻击这块黑棋 围到10目以上的地 应该说这棋 从现在的逻辑来讲 应该说是更喜欢白棋人更多一点 因为黑棋毕竟还是挺薄的 同时白棋这两靠 这里也有点 两边靠先手以后 这里也有点潜力 所以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白棋这部病 可能出乎了黑棋的意料之外 黑棋这个发力的点 是不是还是稍微早了点 就这个靠打吃出来 并不一定便宜 其实慢慢下后 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甚至先在上面掉两下 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同时另外这棋先下到这个 应该还是说 依然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棋 实际上这个黑棋 要想点办法 先靠住 一定要绞住这块白棋 如果单纯自己逃跑 被白棋这下后 木树上白棋就跳 木树上已经大大接近了 同时这块黑棋还要被攻击 有时我们下棋的时候 面对孤棋 就要想办法缠着别人的棋 快跑 单方面逃跑就比较痛苦了 但我感觉这部自补稍微有点缓 感觉还是应该想把这手棋跑出来 白棋搬 黑棋再搬 还是要缠着白棋下棋 这部自补缓了一招以后 白棋这一靠非常机灵 先手交换以后 再转过来强攻这个 这黑棋没有办法再忍耐 如果站在这里再忍耐的话 白棋往这一攻 一边收木一边破黑棋一眼 这黑棋大哭战 实际上刘军也其实绝对 不是没有力量的东西 他计算其实非常非常准 然后他对自己后半盘特别有信心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他不愿意随便的发力 再一般 这里其实是有计算的 白棋走这个 黑棋 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黑棋就是 黑棋如果打直线就能断 但这个打他不肯随便打 现在打走这个断的话 白棋就弃了 你毕竟下面先损了 弃的话 这其实白棋也是相当的生动 这应该说黑棋显然不能接受 所以他先要把白棋下重 这里构思还是非常巧妙 但习凤朱只是泛泛之辈 他对于这种战斗 他求之不得 就断然反击 这时候我发现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黑棋这上面就被分断 这肯定是损了 如果黑棋在这走 这个白棋自补的话 这黑棋两方面自己处理 那太苦了 而且白棋基本控都没有受到损失 黑棋一定要在这里得到明显的补偿 而作为这一块来说 其实只要该白棋线动手的话 黑棋上面应该是跑不了了 所以黑棋就是出招 走这样 把他断打 在接下来 我觉得这应该是刘军的一个大型的计划 但可惜这个计划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如果黑棋比较稳妥的角度讲 黑棋可能应该是先拐这个 但拐这个一方面 这个白棋截会轻不少 白棋一定会跟你慢慢打 在中央这些都是截裁 另外本身还有这里一段之类的 有两到三枚截裁 这两到三枚截裁也是相当宝贵的 实际上刘军选择的是想一截爆的手段 打吃这个 白棋唯一的就是勉强 但这个截特别损 黑棋可以先拐回 白棋能不找这枚截 绝对不会找这枚截 白实际上提 接下来一枚截至关重要 实际上黑棋挖了一个 我估计刘军这部挖 应该是说是煞费苦心的一手棋 白棋如果消截 它会是断这个 白棋 黑棋这一架 这可以把白棋三个齐筋给吃了 我们可以摆一下变化 这基本上是必然的变化 白棋如果想跑的话 只能这么跑 他跑到这样的时候 毫无疑问白棋就是跑不掉了 这应该是刘军的一个构思 就希望通过这个打结 把三个齐筋擒货 这样的话就一直可以变定优势 甚至可以说是盛势 还是不挖这个结枣的特别好 白棋如果沾的话 这本身已经溃了 黑棋提完以后 这个白棋都不知道 找哪没结 如果挖这个吃到 黑棋就把这个结削了 白棋把这个吃了 黑棋再把这一夹 这样也是大胜 这里还有穿回 同样是黑棋大胜的局面 而白棋如果找这种冲的结材 那简直开玩笑了 黑棋只要把结一提 这块都死了 大龙都死了 这就没法下了 所以这个构思 黑棋都肯定没有错 尤其这部挖 应该说是局部的好手 但他忽略了徐凤珠强大的地方 徐凤珠这部班好奇 这一班的话 这部班是妙手 首先黑棋再断的话 这器已经杀不过了 白棋可以冲死黑棋 黑棋如果提的话 黑棋如果这收器收不住 白棋可以搬 走这个的话 杀器慢一气 这肯定不行 这已经崩了 将来白棋再断回 或者这冲下 这都不行 所以这部班 是黑棋硬手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结可以消在这 可以点 甚至白棋不点 就直接把这个结沾上 有了这两手交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白棋这个 黑棋加 就按照我们刚才的图摆下去 再一打吃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两手其交换的妙用 黑棋如果跑 白棋就把这个打死 黑棋如果当时走这个的话 黑棋肯定会打吃在这收器 所以这部白棋这部班 是本局的一大绝对的妙手 黑棋挖本身是妙手 但招致白棋这部班的反妙手 所以在这个局部 黑棋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很巧妙的一个构思 但没有注意到白棋有这部班的反妙手 不得不说现在当时那个徐峰珠 巅峰时期徐峰珠 真的是尤其在这个乱战领域 真的非常强大 在电光石火之间 就抓住了这一个 稍重急事的机会吧 一下子把这个局面给变 这时就是黑棋肯定出现了误算 损失是必然的 怎样维持局面是一个关键 所以实战黑棋只能长 白棋冲出 黑棋就是没有办法了 这个提借 只能再补一个 这个结是在白棋这里 这一单呢 显然是大石版 作为黑棋来讲肯定大石版 更黑的是这棋 白棋还要正在这里 这棋真的是非常的黑啊 意思说黑棋你提 我要一块吃啊你 这棋你如果再提 我甚至可以杀在外面 你这棋都是死的 这个结就在平白无故之间都没了 那这个真的 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可怕 黑棋能管 白棋战 下到这一代应该说是 毫无疑问的 黑棋大大得分 黑棋只获得这一层外事 这确实黑棋实在自补一个以后 确实外限制白棋上边的模样 但黑棋木数并没有这么多 只能收了一个这样的棺子 其实就能一个斑斩差不多 所有其他木数并没有长进 而白棋毕竟实实在在吃了黑棋这么多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光体子就是二十二亩 二三四二五六二七二八九三十 三十一三三三三五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四一 这简直将白白感觉长了四十多亩 就等于白棋把自己的潜力 全部转化为实地 应该说这一战肯定是白棋大大得分 究其原因还是这部黑棋挖 尽管这个构思很巧妙 这部挖很经典 但白棋这部斑非常冷 但确实非常有才能和一个敏锐的一手吧 然后 这点当下成这样的局面 也进入了刘军的一个拿手好戏关子 刘军的关子应该说是非常出色 这先手定型以后 刘军你可能至少可以看见他非常极端的一个下方 而一直是把局面拉长 用后半盘的关子来击溃对手 其实相对于刘军辉煌的战绩 我们这盘棋选择的其实是他的一盘梳起 但我觉得这盘棋确实很能体现他当时的一个 竞技水平和棋艺风格 他在1996-97年其实取得了不少辉煌成绩 不仅在业余比赛中夺得了很多冠军 比如像网包杯冠军 世界业余锦标赛冠军 甚至在职业的新人王赛时中也夺得了冠军 这是所有业余技术中绝无仅有的 但我觉得从他的目前一个技占数水平来讲 他一点都不比当年的一些人 不能称之为冷门 他本身的实力就和他们在伯仲之间 另外我觉得他在退下来以后 退一以后 过的生活也非常的规律 首先他下午基本上都会摆棋 对一些研究 他因为特别喜欢维棋 他乐爱维棋 他觉得摆棋是一种享受 然后晚上给学生们 给孩子们上上课 然后再讲下午自己的研究一些课题 提供给一些学生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中 他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高 甚至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他的一种对维棋的乐爱 确实令很多棋手 都很多棋手 棋友都非常感动吧 然后从这样 他的一种功利型的风格 也渐渐养成了 应该说退一成为业余棋手 并没有降低他的竞技水平 相反他还是一直在提高 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他这盘棋的一个棺子的表演 先说定型以后 他抢到这部打入 这是拳击最大的地方了 来走这个 这手棋的价值非常大 这也是黑棋愿意在这里简单跟白棋处理以后 把这个棺子抢到的一个最大原因 现在白棋 这个棺子被收了以后 白棋肯定要在这一单进行定型 这应该是全局最大的地方 白棋先收了一个斑 这个度也是一个非常 价值非常大的逆收棺子 黑棋肯定先收 所以这部斑又是非常细腻的一手 因为以后再定完形 黑棋如果先在这定型的话 假如现在这定型以后 这不斑的话 白棋有可能会打吃了 你沾就是后手了 他先在这里斑 等你定完形以后 他再选择飞不飞 先马你一下 但实际上徐峰珠也说得很精彩 是退了一个保留扑以后 这是冲断的可能性 双方在这一带斗志斗勇 尤其黑棋先搬这一手棺子 还非常细腻 依靠 大吃 实际上在一并 局面应该说还处于胶左过程 白棋肯定型 当然徐峰珠像徐峰珠这样的高手 他应该说技术方面应该是没有短板的 因为具有一定实力 尤其到职业顶尖这个水平以后 不可能有太明显短板 只有特长 但相对说如果有短板的话 你就不太可能成为职业顶尖技术 因为你的技术的方位落点 一定会被对手无限的放大 而指挥形成特长 在相对很多技术指标 都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情况下 而有一方面特别突出 这样是更有可能的 像这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下形式 黑棋点的初的 8、9、10、11、12、13 14、15、16、25 35、36 37、38 这里可以点45、47、48、95、15、1 5、5、5、3、5、4、5、4、5、6、1、6、2、3、6、4、5、6、6 加中间后保 黑棋应该70目不到一点 白石由于这个几是先手 这个口子其实收紧了 我们可以看成将来应该是这样定型 这个顶式黑棋的权力 应该是这样定型 这里1、2、7、8、9、10、11、12、3、15、16、17、27、28、9、3、3、1、3、2、4、3、4、4、1、4、1、4、1、4、2、4、2、4、3、5、1、5、2、5、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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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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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目 应该说这棋是天幕黑棋有点困难 但相对来说这棋盘还有的收 应该说这一串上面黑棋的一个定型 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已经大幅度缩减了局面 其实黑棋这里下完以后损失应该说是非常大 但刘金通过这一代冷静的定型 以及包括这种斑一些细腻的下方 不紧不慢的追赶 已经让局面缩小到非常细的一个程度 但从无论上白棋还留有这些吃的一些手法 应该说这棋还是白棋稍优的局面 现在这棋轮白棋下 白棋稍优把这个收了 提全盘也最大的 把白棋先挤了一下后提 这些顶 这就是我们刚才鼠目时的一个定型 这棋我不能理解 黑棋为什么不在这里先走两下 就是特别想走这个 这个靠出其实是非常严厉的一手 白棋其实我觉得如果靠的话 白棋还挺难硬的 白棋如果顶 这如果能够破空的话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吧 这应该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哦 这白棋对不起对不起 这是我摆错 白棋现在这里做了一个交换 所以说它要补齐 然后随后再把这个提了 黑棋把这个顶了 这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 实际上盖黑棋一下 黑棋把这个收回 这个木数我们可以看判断一下有多少木 白棋打拔的话 这下将然是白棋的权利 黑棋跟这个图相比 减少一二三四五木棋 而白棋是差了一木 这再加这六木七木 所以这个棋子有十二木之大 应该说是全盘最大的 白棋打直 粘 贴下 可以扳张 这也是白棋权利 被白棋如果扳张的话 黑棋的实地大幅度缩小 将来白棋还能扳 黑只能红 白棋爬 打直 粘 这黑棋还要补 这黑只剩六木七了 而搬粘完的话 黑棋光角到实地就十三木 再加这个外面的有一个断点 所以这个棋子也是全盘最大 实际线又要判断一下 白棋先长 走 白棋一方面把这里黑棋的潜力消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自己长点空 点 这个点也是充满着智慧的一手吧 就瞄着白黑棋这步斑 马上准备是要这步斑 但作为白棋来说 这棋他已经感觉有点细了 实际上也显示徐凤珠的一个胜负感 真的 韩国骑车在这方面胜负感还是相当强 他一旦发现这棋 其实刘军这排棋的棋子表现相当的出色 完全反映了他的特点 就把 如果白棋继续跟着硬 黑棋这一扳 这个直接我感觉这棋已经快要逆转了 但如果白棋补这一托 黑棋冲了一段 这个白棋硬不好 实际上他走了一个这个 这手棋很厉害 厉害在哪 首先白棋如果单退的话 这个棋子将来白棋只能是斑章 而实际上走这个的 他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开截 我利用全 因为全局这棋白棋全局铁后 截财黑棋肯定打不过 所以走这 黑棋如果利益的话 那明显不便宜了 本身黑棋收棋 可以加吃 可以冲了一段 可以吃两个 都可以选择 但实际上这两个如果交换 黑棋连这个冲断都没 冲断白棋可以扇 这部尖交换已经明显得分 所以尖这个非常好的关子 也堪称这盘棋的盛招吧 让黑棋尖 扎 扳 尽管吃到三子 但白棋在这里作为了补偿 白棋先交换了 先靠了一下 从这盘棋也可以看出 徐凤珠的关子时 也是毕竟是这样的大高手 这个关子水平 也是相当的可以 白棋先一扳 这比黑棋收棋走了走 要便宜一木棋左右 这也是一个基本功 扳完以后白棋再扳 黑棋没有办法开截 这个截肯定打不过 如果吼的话 白棋一爬还先手 将来扳了一点 整块还不活 所以黑棋打直 白棋扳 这里应该说白棋收获 还是颇分的 这里一旦能收成这样 完全是白棋这部 盗尖的功劳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即使和这部黑棋家相比 这里木数差了多少木棋 现在黑棋等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没了 白棋这里还长一两木棋 所以这个有十一二木棋之大 所以这个还是太厉害了 就两手棋收到十一二木 而黑棋这两手棋也就这么点 就对于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徐凤柱用他的冷静和对胜负感 以及是棋形的一种 感觉想出这部尖的好手 有时但这部尖的运用也要 其实我们不能完全的 知其然不知其所有然的模仿 用这手棋尖至少的至少 一定要是截才有利 这个截打的话 如果打输的话 黑棋也相当重 但这个截关也打不赢 黑棋打不赢 白棋一旦打赢 黑棋整个脚死了 那是没有办法接手 所以下到这的时候 白棋终于稳住了局面 在刘军后半盘拼命的追赶之下 白棋凭借着这部妙手 终于又稳定了这个局面 所以黑棋一路打吃 也是关子好手 这比这要冲了 如果不走的话 白棋冲这一粒 这木树我们又可以判断一下 这里白棋有这个黑棋权力 以后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木齐 而这样打完以后 将来黑棋还要断收关 只有两木齐 那这手棋的价值就是先手四亩 那是非常大 这比单打拔要好 单打拔就是后手 而打直在这个就有先手 这是一个基本功 这个跳 沾上 一点点收 应该大家可以看出 其实刘俊的棋还是非常非常稳 白棋黑棋前面立这个 白棋挡 这也是全局比较大的 否则被车冲了一段 能断死 所以这一粘 这木树就要差不少 他现在先把这个给吃死 同时要瞄着刺着点的手法 这盘其实尽管下的没有一双 除了这一站以外 其他全盘都大家下的特别的稳 但其实在这稳中 还显示了很多很强的功力 大家都受的不慌不忙 尤其在一些局部的定型 都是下费苦心的 白棋挤 应该说这盘棋的关子还收的 黑棋冲了一团又是好手 将来强调之后爬了沾 有可能让白棋补齐的可能性 白棋也不肯团这个 团这个将来这个就是白来了 他收在外面 黑棋飞 白棋收了一个这个把这个吃了 黑棋这个段也是收官的好手 这一串其实黑棋收的应该说是非常精彩吧 把白棋冲了一下 黑棋在这一串收的非常精彩 把木树全收住了 可些这从这个局部也可以看出 刘军的关子还真的是非常的强 尽量在一个短的小小局部里 把这里黑棋收成了八木棋 但尽管这个黑棋 在这个局部表现还是非常精彩 但白棋这个关子也是收的很精细 黑棋在这一带的失血过于严重 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把这盘棋逆转 但不过通过这盘棋 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军的一个计诈书的风格 前半盘非常扎实 基本功也强 然后在中盘的一些计算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的精确 但他不喜欢发力 不喜欢随意的发力 更喜欢看清楚再来 而且他对后半盘应该说非常自信 你看本局即使面对徐凤珠这样的顶尖高手 在后半盘丝毫不落下风 而且不断地将差距缩小 但徐凤珠在关键时刻 还是展现世界冠军的风采 尤其是一路那步小间 直接最终稳住了局面 也体现了他强烈的胜负感 但这盘棋 我想特别想追忆刘军一下 向刘军致敬吧 因为其实常常时候问自己有个问题 刘军如果现在还在的话 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他可能会到达一个 非常高的业余棋手的高度 因为他对维持的执着 对维持的研究 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也一直编册着我们前行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